各位好 我是王宗龍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PS4版勇者鬥龍11代中版的實況錄影 接下來就要前往大樹了 這個雲地應該會有一個事件吧 照我之前的進度來看 就開始吧 呼呼 我這把年紀還要爬山 實在很傷腰和腳啊 還有一些時間長到山頂了 現在是見到大樹前的重要時刻 我們先在這裡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因為是經歷過的事件 所以已經可以按框牛掠過了 不過還是看一下好了 明天終於要前往生命大樹那裡了呢 我開始緊張起來了 我說玄尼亞彈那首曲子給我聽吧 你小時候經常彈的那首我們故鄉流傳下來的曲子 大樹在晚上看起來還真是夢幻呢 你想到我們的生命也是那些葉片中的一枚 總覺得挺不可思議的 說到這個 拉姆達的長老有提到 那棵生命大樹在管理全世界生命之類的 那是真的嗎 是啊 有人斷氣時他的葉子會掉落 有人誕生時只會萌生新的葉子 世上的生命就是藉此維持均衡的 再過不久就要跟烏爾諾加展開決戰了呢 只要打倒烏爾諾加 父王也一定會恢復為從前的父王才對 啊 維羅尼卡 你也會演奏樂器嗎 不是的 這是長老給我們的 這是長老給我的護身符 似乎是我們的祖先 仙者 玄尼卡大人 從前留在拉姆達的東西 好了各位 聊天就到此為止 該休息囉 奧業可是淑女的天敵唷 我說姐姐 我和姐姐的葉子是同時的長出 一定也會同時的掉落吧 那可難說囉 因為雪尼亞總是慢吞吞的 不過希望是那樣就好了呢 好 向祭壇出發 欸 中龍這裡跟採紅樹枝讓我們看到的那個祭壇是同一個地方吧 不會錯的 好了 中龍 將六顆寶珠供奉到祭壇上吧 如此一來 一切都會明了了 不用供奉 寶珠自己就飛起來了 出現了通往大樹的彩虹橋 出現了通往大樹的彩虹橋 這是彩虹橋 多麼光彩多目呀 終於可以去拜見生命大樹了呢 好 祖龍我們走吧 來到生命大樹 往上爬吧 順便撿一下東西 世界樹之路 月之恩惠 月之恩惠 這就是大樹靈魂 總覺得不是第一次見到它呢 有種讓人既懷念又覺得有點可怕的感覺 哼 沒想到竟然會有這種事啊 我也覺得好像在很久以前曾經來過這裡 已經全世界的生命都匯聚在這裡了 或許我們出生前的記憶還殘留在這裡吧 哇 這是怎樣呀 我被電了一下彈開眼 恩 果然還是只有具備勇者文章的人才能進入大樹靈魂裡吧 而那正式破除黑暗力量之物 應該是勇者之焰吧 好 祖龍去取得大樹靈魂裡的勇者之焰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的話 應該就能夠取得它才對 或許一下 要不小心 精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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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防範 你這傢伙你做了什麼 你是赫米洛斯 什麼時候跟過來的 對你們這些被人跟蹤還混亂不知的鼠輩 我沒什麼好說的 我的目標只有縱容一個 剛才那是 你再做粗俗的舉動了 瑪蒂娜公主 你在我眼中只不過是接下來即將發生的大禍的犧牲者之一罷了 其有此理 竟然劃破了黑暗的邪氣 那把劍究竟是什麼來的 嗯 可惡 因為光靠那把劍就能贏得了我嘛 惡魔之子 中隆 與惡魔之子聯手的人們 就讓這棵生命大樹成為你們的墓碑吧 荷米洛斯出現了 不用多說 渾身結束的 就憑你 破除你的黑暗之壁 然後使用之魚之魚 維洛妮卡的傷勢恢復 沒有惡魔模式 只好互轉 用黑暗屏蔽 繼續破除你的黑暗屏蔽 戰鬥使用盧卡尼降低一個防禦力 這位妮卡無敵覺醒了 可以使用攻擊魔法 沒阿米而已啊 這麼慘 沒阿米 胡抓 喔 糟糕 糟糕 喔 又不小心 沒關係 我有絕對復活的找禮褲 再放維洛妮塔加血吧 胡抓 上 又出冷酷的笑容 又會用準斬啊 滾身結束斬 喔 幹掉了 拿到了赫米洛斯 8000點經驗之 主角升到64級了 其他的等級就不用看了 以後再說 採用 成功 油 你怎麼十分位 都給我 其他可 不論是 是 不論是 多於是 魔劍毀掉了 這碎片是 追著赫梅洛斯來到這裏 卻撞見這樣的光景 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格雷格好好看清楚這傢伙的模樣吧 這便是表面上頂著迪爾卡達王國降臨的假面具 背地裏卻將靈魂出賣給怪物之人的下場 格雷格 仔細聽清楚了 在暗中替怪物設立為非作歹的 其實是赫梅洛斯 不是中龍啊 呃 呃 果然是這樣啊 赫梅洛斯啊 像你這樣的男子漢 為什麼要替那些怪物 請 請饒我一命 欺騙人民 擾亂世間的惡魔手下 你就以死贖罪吧 格雷格 啊 你不僅看穿赫梅洛斯這面目 還一路帶我 還一路將我帶來這裏 你做得很好 要不是有你在 我想必還被赫梅洛斯蒙在哭裡 協助完成怪物勢力的陰謀吧 陳蒙您家講 笑得惶恐 能在事前阻止赫梅洛斯的惡行 實屬不幸中的大幸 中龍啊 我至今為止所做的一切還請見諒 一直以來 我都聽信赫梅洛斯的殘言 認為勇者是惡魔之子 其存在將會招來怪物 父王 哦哦 是瑪迪娜啊 幸好你平安無事 別光站在那裏 過來讓我看看你的臉 羅啊 你一定也吃了不少苦頭吧 劉哥諾爾的事雖然令人遺憾 但接下來就和我們攜手一起衝建國家吧 那當然也很重要 但首先必須打倒在16年前消滅我的祖國 劉哥諾爾王國的樹敵 烏爾諾加才行 呃 赫梅洛斯恐怕也是烏爾諾加的爪牙吧 中龍啊 你都聽見了吧 一切的元凶悟爾諾加現在想必仍潛伏在這世上的某處 去吧勇者中龍啊 去取得技術在大樹靈魂當中的勇者之劍吧 赫梅洛斯是怪物的爪牙 從那傢伙至今為止的行徑來看 這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吧 目前雖然還不清楚烏爾諾加身在何處 但勇者之劍是和那傢伙對決時不可或缺之物 好了 快去向生命大樹靈那把劍吧 好不容易見到了父王 為什麼卻覺得 為什麼卻有這種感覺 總覺得沒辦法打從心底覺得開心 對不起 中龍 我還沒辦法切切 我還沒辦法確切地感受到自己真的見到父王 或許是因為我們分別的是六年之久吧 賀梅洛斯 像你這樣的人 為什麼甘願擔任那些怪物的爪牙 到底是誰指使你的 怪物勢力的爪牙賀梅洛斯已被打倒 接下來該和烏爾諾加對決了 我們的旅程也即將來到最後高潮了呢 話說回來 那個烏爾諾加到底藏身在何處呢 如果有什麼線索就好了 賀梅洛斯散發出的那股靈力的殺氣 他是認真的想打倒我們 幸好大家都平安無時 不過 昆寧能插去那傢伙在跟蹤呢 要不是你再 我們就危險了 賀梅洛斯那傢伙使出魔法時 還以為我們就要完蛋了呢 多虧了你 才總算撿回了一條命啊 話說回來 到底是從哪裡弄來那麼厲害的劍啊 居然現在已經變成碎片了 賀梅洛斯弟弟雖然是個壞孩子 但他特地跑到大叔的頂端來 到底是為了做什麼呢 明明還有很多事情想問 國王卻動手取了他的性命 現在什麼都問不到了呢 一切的元凶烏爾諾加 現在想必能潛伏在這世上的魔術 好了 勇者中龍啊 為了斬斷諸惡的根源 去取得技術在大叔靈魂中的勇者之間吧 拿 哪一家招奔 尼沙 喔 這把劍真是出色 縱容啊 可以讓我也仔細看看嗎 被邪神阻止了 剛才那是怎麼回事 算了 現在得趕緊回迪爾卡達城準備宴會才行 喔 這麼說你願意招待我們到迪爾卡達城裡去嘍 羅啊 直到如今你怎麼還這麼說呢 你們可是保護生命大術 免遭烏爾諾加的爪牙赫梅洛斯危害的英雄啊 東龍啊 你都聽見了吧 為了表揚你們的攻擊 請讓我邀請各位到我們城裡來做客 抱歉 我現在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改天請讓我為至今我所做的一切道歉 好了 我們先回城裡去吧 東龍 我在迪爾卡達城 恭候你的光臨啊 迪爾卡達城是吧 先裝備劍吧 已經裝備起來了 勇者之劍 真 然後裝輪迪爾回一隻 盾吧 道具太多了 直接用他飛回迪爾卡達的城鎮 來的好 勇者中龍啊 能夠像這樣再次迎接你的到來 我真的很高興 長久以來我都聽信赫梅洛斯的殘言 認為勇者是惡魔之子 會換來災厄 然而中龍 多虧你討伐赫梅洛斯 還幫忙找到了小女 瑪迪娜 托你的福 我終於清醒過來了 除此之外 我還有想讓你見的人 你說對吧 格雷格 是的 應該是村里的人吧 中龍 中龍 是我呀 你在前面中啊 艾瑪 太好了 中龍 你平安無事啊 老實聽說一些過分的傳聞 我 我實在 你離開村里不久後 你離開村里以後不久 那個叫赫梅洛斯的將軍 就帶了好多士兵到一席村里來 那個冷血沒人心的將軍 將我們集合到村子的廣場後 就命令士兵全部處死 不過後來格雷格將軍趕到 阻止赫梅洛斯 保護了我們 雖然被關在城里好長一段日子 但如今得知你才是真正的勇者之後 終於被放出來了呢 中龍 你真的很努力呢 在天上的一頁要是看見現在的你 一定很開心 好了 勇者中龍啊 雖然倉儲間沒能準備什麼像樣的款待 但還請 盡情享受今天的宴席吧 各位 仔細聽好了 從今天起 認可中龍為真正的勇者 眾人皆因讚揚勇者之名 勇者中龍大人萬歲 變勇者中龍大人 榮耀長存 這一天聖宴一直持續到深夜放休 有人隱抗高歌 有人斬入舞姿 借此撐陽縱容一行人的活躍表現 接著在那天夜裡 所以剛才唸錯了應該是隱抗高歌才對 唸成了隱抗高歌 中龍 聽格雷克將軍說你在背地裡吃了不少苦頭對吧 即便如此 你還是不灰心的持續旅行 才解開了國王的誤會 讓我們有機會重見天人 你果然是我引以為傲的兒子 你已經成長為一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你又比這更叫媽媽開心的了 村長 迪爾卡達亡了混帳 把我關在牢裡那麼久 請吃頓飯就想一筆勾銷 明明想的太美了吧 就算端出這麼豪華的菜 飯菜來搪塞 我 我也 雖然不甘心 但真的好吃啊 但真好吃啊 嗯 這些都是被請來 簽署的 哈哈 看來你挺累的 嗯 你想必是第一次接受那麼豪華的款待 覺得累也是難免的吧 夜深了 你也該休息了吧 這都西側的貴賓士 好像有幫你準備好窗鋪喔 西側的貴賓士 先看一下其他人物的對話吧 中龍 我一直很擔心你 看你平安無事的回來 我真的好高興 哎 中龍 聽我說 等大家都回來 村莊的復興工作告一段落之後 我想再和你一起 算了 當晚沒說吧 已經中龍背負著身為勇者必須達成的使命了 哎呀 中龍弟弟 迪爾卡達成裡的人還真是熱情呢 我也玩得很開心喔 呵呵 不嫌棄的話 中龍弟弟也來挑一手如何啊 這種時候害羞是不行的喲 其他人呢 羅還沒有談過 羅 格雷哥 瑪蒂娜 沒看到人 卡住 地牢目前無法去 餐廳也沒有什麼人的樣子 羅跟瑪蒂娜啦 格雷哥在二樓嗎 真希望有清楚標示人在哪裏 可以進去嗎 這是誰 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向網澤的迪爾卡達王座 我一直很想找個機會坐在這 體驗說出 龍澤啊你來的好 這樣的話是什麼感覺 不過要是被發現了肯定吃不完兜著走 等著被格雷哥將軍抓住 扔進地牢裡去 龍澤啊你來的好 這日文來說應該是 龍澤來了 這隻狗是怎麼回事啊 那隻狗從剛才開始就一直對著國王的房間狂吠 蛇在吵死啊 今天雖然是無需距離的場合 但一想到狗會不會吵醒國王 就讓人覺得提心吊膽 進不去 好吧 馬蒂娜在這裏 哎呀是中榮啊 覺得這場宴會怎麽樣呢 玩得開心嗎 我明明有16年沒見到父王了 卻有點不太敢和他說話 不知道過一段時間後會不會習慣 抱歉突然和你說這些 我請人幫你在那間房間準備了床鋪 累了就請休息一下吧 好進去吧 睡覺 為什麼 為什麼沒辦法碰這把劍 難道說這股力量是 這傢伙把那把劍 把勇者之劍給我交出來 到底在吵什麽 中榮怎麽了 公主這是 你果然不是父王 不 看來你甚至不是人類呢 我早就多少察覺到了 爹卡島王和我可是有幾十年的交情 怎麽可能騙得過我的眼睛呢 沒想到竟然能不露出一點破綻的假冒國王 甚至召開這麽盛大的宴會 還真是這老狐狸呀 消失了 消失了 喂 快出來啊 卑鄙的傢伙 一下子假冒國王 一下子又到處逃喘 問你也太小鴨子氣了吧 他應該還沒跑遠 中榮快點追上去吧 我侍奉的君主 迪亞卡島王既不是真正的國王 也不是人類 那我至今以來艱辛不移的 到底算什麽 格雷格 產生了動搖 應該是在王座之間吧 剛才貴賓室裏頭 傳出了聲響之後 盧吉德突然跳了齊然 朝王座之間的方向跑去了 盧吉平常根本連叫都很少叫一聲的 究竟是怎麽的呢 吼吼吼 忘忘忘忘忘忘忘 好 進去吧 還真會給我們找麻煩呢 有本大小姐維洛妮卡在 你算想跑也跑不了的 假冒迪亞卡島國王的邪惡怪物啊 就只放棄招出你的真實身份吧 呵呵 哈哈哈哈 我是魔道士烏爾諾加 我便是16年前消滅尤格諾爾王國 從此扮演著 迪亞卡達國王之人 至今之所以四處追殺你 也都是為了利用勇者的力量 奪取勇者之劍 並讓大獸靈魂成為我的東西 不過如今勇者之劍落入你的手中 我也只能不擇手段了 這王座之間 將會成為你們的葬身之地 你就是魔道士烏爾諾加 為了像這樣見上你一面 我已經足足等了16年啊 烏爾諾加 你這傢伙 你一直服在國王身上 一路欺騙我到今天嗎 格雷格啊 你這隻棋子還挺管用的 不用急我馬上就會送你去和天上的家人們團聚的 難道 是你這傢伙把我的祖國邦德爾逢王國給 奇蹟剛出生的中隆 毀滅尤格諾爾王國 此外還剝奪了屬於我們的16年時光 你這無可饒恕的傢伙 會讓你親自體會我心中的悔恨 莊榮啊 讓我也參戰吧 畢竟這傢伙對我而言 也是奪走家人和朋友的仇人啊 莊榮 這傢伙就是讓你走上悲慘命運的元凶 使出全力應戰吧 放馬過來吧 莊榮 我要奪走你的力量 讓大地上的所有生命都成為供奉我的祭品 魔道水霧爾諾加出現了 就憑你 啊 糟糕我先換了勇者之劍 我只能用存斬了 我只能用存斬了 痾 糟糕 先路卡尼吧 喔 死小 喔 諾加之戰你就不用管了 直接打烏爾諾加吧 魔力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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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太妙 恩 霸王戰了 然後 被火馬拉加個血 呦 炮險打他 打他就無所謂 進攻打格雷格吧 格雷格傷害 對我來說 是沒有關係的 下達爾克 還是只能用藥拉的吧 喔 太好了 會心一擊 捆身結束斬 幹的好 蛤 居然失守 實在是太遜了 實在是太遜了 呃 神聖皺紋吧 冥界之武 恢復與復活的效果逆轉 這次是 意思是 我現在沒有辦法使用恢復魔法就對了 全力攻擊啦 沒拉米 哇 只有110滴血而已 好慘喔 準斬 已經紅血了 差不多了吧 還好群都沒中 還好群都沒中 該死了吧 恩 恩 還是只能夠用美拉米了吧 哎呀哎呀哎呀 他剛才用了馬霍斯特 果然還是有效的 暴走魔法陣 去死吧 去死吧 這個狀態下 有點麻煩 馬霍托拉嗎 好像用什麼都不對勁 加血搞不好也會失血 真麻煩 先防禦吧 還是攻擊好了 啊幹掉了 哈哈哈 打倒了魔道士烏爾諾加 獲得了16000點的經驗值 這時候獲得經驗值不到時候恢復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加算 滑 噢 Graham 喔 血神又出現了 哼 呵呵 別以為回溯時間而來的人 只有你一個 啊 副王 副王 拜託 請您睜開眼睛 馬蒂娜 你是馬蒂娜嗎?我好像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自從有個怒爾王國遭到怪物攻擊後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麽? 喔喔 那是勇者的文章 那時的小嬰兒已經長得這麽高大挺拔了 雖然很想好好和你說個清楚 但我的身體還不聽使喚 副王 別說太多了 先讓身體好好休息吧 讓我來照顧父王 縱容 請你明天再到這王座之間來吧 畢竟人家馬蒂娜妹妹已經16年沒見到爸爸了嘛 給他們倆獨處的時間吧 畢爾卡達國王被怪物附身一事 馬上便在城中傳了開來 真正的國王立刻獲得了照料 縱容一行人為了等待國王醒來 決定在此休息一晚 接著在那天演 諧聲 又獻聲了 應該準備去 沙漠的亡顧 接受自己的肉身了吧 歷史修復者 回到過去粉碎魔道士 烏爾諾加 邪惡野心之勇者 所得稱號 縱容早安 看來你睡得不錯呢 瑪麗娜公主託我傳話給你 國王好像有重要的事想對你說 希望你去王座之間一趟 我想一定是好消息的 縱容 你就抬頭挺胸的去見國王吧 嗯 夥伴都在 現在無法與夥伴交談 好吧 縱容啊 這趟路很漫長 但一切都是從這開始的 好了 快去吧 這次總算能見到國王 讓他認可你是真正的勇者 雅赫 勇者大人 你好像要去見真正的國王對吧 別緊張 加油啊 呵呵 我老公也真是的 對縱容你 他就像對自己的事一樣開心 簡直就像個孩子一樣 縱容請加油唷 我在這裡為縱容祈禱 希望你進見國王時不會感到緊張的 縱容 你真的很努力 今天真的是媽媽這輩子最高興的日子了 好了 去見國王吧 天上的爺爺一定也會默默見證你的光榮時刻的 噢 噢 噢 事情還經過我都聽陳子和瑪蒂娜說了 在我身陷惡夢之中的期間 似乎是位很糟糕的國王呢 要不是有你在 這個國家 不 這個世界一定會被烏爾諾加焚燒殆盡 大地之上的生命無一能夠信你 中榮啊 多虧有你打倒邪惡的元凶 烏爾諾加 拯救羅德塞塔西亞 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才有資格繼承遠古勇者羅許這名 就讓我再次授予你勇者的稱號吧 我們終於成功了呢 姐姐 對不起 像這樣大家都在一起的氣氛 不知整的讓我覺得好幸福 姐姐 真是的 我們一直都在一起不是嗎 嗯 就是說呀 真的很奇怪呢 謝謝女眾 也許 維羅妮卡明明中也有感覺吧 哦 看來邪神已經得到了肉身了 怎麼回事 天色突然暗了下來 我感受到一股非常喜悅的氣息 這股力量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這麼說來 我諾加在最後好像說了一句奇怪的話對吧 別以為回溯蛇劍而來的人只有你一個啊 之類的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不忘不好了 請立刻移駕到陽台一趟 勇者心發生異狀了 你說什麼 中龍啊 中龍啊 我先到三樓的陽台去了 你們也趕緊跟過來吧 看到天色變得那麼奇怪 讓我心裡覺得好不安 特地趕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中龍 剛剛國王臉色發青的跑上三樓去了 我有點擔心 你也去看看吧 三樓是吧 有時候唸了這些訊息 總是會落差一兩個字 看得太快了 沒辦法 尤其是那個惹之類的 陽台距離這麼遠 那邊有個東西可以撿 先撿一下好了 羅格弄了金幣 沒什麼好減的感覺 沒什麼好減的感覺 這天色太不激勵了 各位 快看那個 勇者心掉了下來嗎 從前我的肉體遭到烏爾諾加會滅 但是 是 如今烏爾諾加一不復存 再也無人能夠構成阻礙 超越久遠時空 終於得以合而為一 如今便是復活之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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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者星墜落了 接下來到底還會發生什麼事啊 鐘龍啊我心中真的毫不平靜 可以請你去查看一下勇者星的狀況嗎 勇者星是朝巴格拉巴沙丘墜落的 前往迪爾卡科斯塔 前往迪爾卡科斯塔地方 應該可以稍微掌握狀況吧 警告國王請讓我也和鐘龍一起去 鐘龍啊這件對勇者刀刃相向的罪過 就請讓我以幫助勇者的形式來贖罪吧 我還有應當保護的事物 如果說鐘龍你是拯救世界的勇者 那就讓我擔任保護勇者之盾吧 格雷哥加入成為夥伴了 這樣就可以安心的使用格雷格了 這樣就可以安心的使用格雷格了 前往迪爾卡科斯塔地方 直接飛吧 蛤 遭到不可思議的力量抹消 只能用走得去嗎 太慘了吧 好吧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這次的實況就先到此為止吧 下次再繼續 謝謝大家的欣賞 謝謝大家